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Mama College 我是嘉儀 DG Fiona 你知不知道我家裡有個情況出現 例如每次Liora吃飯時 她真的可以用一個多小時才能吃完 或者有時候我想教她做一些作業 她又好像不多集中 好像很快想做企業 其實怎樣才可以令到一個小朋友 focus 一點呢 我覺得幾樣東西可以做 第一樣就是環境控制 打個比喻 吃飯時 你有沒有在桌面上放其他無關吃飯的東西呢 Baby Hanna有 因為她有少許用玩具來忍住她 可能是嘉儀部的 也好一點 除了我們說做作業的時候 其實我也知道香港的家庭不會很大 但我們也盡量避免想小朋友專注做一件事的環境 可能電視又開著了 然後旁邊有一個人在用iPad 或者其實可能玩具整個桌子都沒有收拾好 其實你想她專注做一件事 也很難 對 很難 小朋友的眼睛有很多東西在看的 環境控制可以做得好一點 例如吃飯 就真的是吃東西的桌子 對 吃東西的桌子之餘 會不會小朋友不停地問你 你又不停地回答她呢 你意思是最好不要跟她說那麼多東西呢 對 或者我們都可以給小朋友建立一個時間 就是現在是吃飯了 我們吃完之後再聊天也行 對 即是不要做那麼多 side-track的東西 吃飯就焦點吃飯 對 然後譬如做作業的桌子 就只要是一座桌子 不要這個桌子也是用來玩會劇 也用來做作業 對 環境控制得好一點 所以她就會更加專注 對 哦 明白 我記得有一次你跟我說 想Liora自己玩多一點 或者更加專注 就給她一些她的個人時間 我有試過 但我都發覺每次給她的個人時間 她叫她坐著 但她通常兩三分鐘後 又離開了 那怎麼辦呢 那家長在這個時候 就要留意你給小朋友的挑戰 是否適合她的年齡發展 或者她的能力範圍之內 例如你給了一個挑戰 她是放一粒糖在這裡 要等15分鐘才可以吃 對一個小朋友來說 其實回等15分鐘是很長的 沒錯 或者有些家長是 我很想你去寫字 不如你幫我寫20個天字 但對小朋友來說 很悶 或者可能是小朋友 根本拿筆的力度不夠 然後你要她做一些很辛苦的事情 不適合她的年紀 就是選適合個人時間的活動 對 對 挑戰性是要適度和適中 那有什麼例子 例如這個個人時間給她什麼 她是好呢 我記得你看過你一段影片 就是說Candy Challenge 真的 兩分鐘左右 我叫她五分鐘 坐在糖果面前 我說如果你五分鐘都不吃 我之後就再給你雙倍的Candy 結果她是做得到的 對 像三至四歲小朋友 她能夠等五分鐘 五至十分鐘 其實對她來說是一個適度的時間 那這些就是適中的挑戰 那不要說我要你等三十分鐘 其實是我沒有空去應酬你 然後你等我三十分鐘 有時候你這樣就糟了 被你說中了 所以一定要夠適合 例如填顏色的 你要留意一下 究竟你填顏色的那張紙 會不會是 葉葉都是填Princess 對 或者是很複雜的 很細格的 還是你填顏色的那張紙 是大大格的 適合小朋友的程度去做 那她自然有心思做 自然會做得好 有心思適合她的層級 就自然會幫助她的焦點 對 OK 剛才說到個人時間 假設我的小朋友 真的肯坐十分鐘 那我不是十分鐘 就不理會她自己 可以做其他事 因為我其實都要理會她 我想都要視乎年紀 例如年紀比較小的小朋友 像Liora 三四歲 其實她也是剛剛開始 接受這個挑戰 剛剛開始的時候 其實媽媽和家長 都應該在附近 去看看她 去安裝一下她們做什麼 然後適時隔兩三分鐘 就出去給她一個非語言的獎勵 給她一個手指公 給她一個微笑 要非語言 或者可以是語言 但要具體的讚賞 例如是 媽媽很欣賞你 很專注投入在填顏色的活動 那就不要讚她 哎呀你做得到 其實小朋友不知道她做得到什麼 或者你很聰明啊你坐在那裡 最重要是要具體的 例如你在這個挑戰中 你想她專注投入 那你就讚她 就讚她 嘩 我看到你很專注 在活動裡面 我看到你很專注 這樣去 由顏色好 用心 夠具體 小朋友明白得到 就最重要的 是啊 我也看過很多書 稱讚是一個學問 是啊 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就是 reward the step 就是她做到少少 就賺少少 對 也不是她要完成很大的任務 才能賺 是為之好一點 也是的 剛剛說到一樣 就是你不用每次走過去說幾句 你經過手指公 其實已經是一個讚賞 一個讚賞 她知道你一直存在在附近 她知道家長的存在 然後她又繼續工作 某程度上都是一個支持 OK 謝謝 我相信很多爸爸媽媽 都還想知道 怎樣才能訓練她們的 focus 有什麼可以協助她們呢 也有的 如果你說簡單一點 在家裡永遠都可以做得到 可能是一些小小的訓練 例如是村珠 很難啊 村珠 你可以買一些大一點的木珠 條繩又粗一點 或者其實都有一些找不同的訓練 那些大人都喜歡玩的 對 當然很簡單 兩幅圖像一樣 但找三個不同的地方 或者是一些迷宮 迷宮的女兒都開始喜歡玩 對 其實這些都可以train focus 對 這個小的練習都可以訓練到小朋友的專注力 OK 我相信因為現在科技進步了 多了電子奶嘴 又或者多了Screen Time 我個人相信Screen Time 其實真的影響小朋友的 focus 對 對 所以我希望這個影片 我和Teacher Fiona 幫到大家 令到大家可以想到不同的方法 令到小朋友 focus 如果你們有什麼有趣的方法 都可以歡迎comment給我 還有subscribe to我youtube channel 還有記得like我的facebook page 今天講到這裡 拜拜 字幕志願 旅程